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3年 7月 13日 已經是 星期四了 今天 要跟大家 說說紅刀拉斯 這個國家 在中美洲 我想很多人都不知道在哪裡 如果在地圖上 紅刀拉斯在哪裡 能不能點得出來呢 實際上 也不是那麼容易點得出來 紅刀拉斯 位處中美洲 在危地馬拉 以及尼加拉瓜中間 首都叫 特古西加爾巴 人口不是很多 整個國土面積是 112090公里 大約 100個香港左右 香港是1100平方公里 人口 950多萬 這是100年的數據 比香港多200多萬人 紅刀拉斯 為甚麼會最近出名呢 就是因為 他 跟台灣斷交 轉而 跟大陸建交 大陸在生意中 出了 大的錢 紅刀拉斯 在年初的時候勒索台灣 如果你想跟他繼續幫忙 你就要免除我的外債 又要幫我起鐵路 又要在我們加大投資 叫價 其實不是很高的 當時叫價 就是60億 港幣左右60億 台灣 就不肯了 那麼大筆錢 沒有理由 我們沒有理由要繼續用金錢為交 所以台灣就不肯了 結果中共一聽到 我制呀 你來吧 結果中共 立即說 帶你100億 不用找 結果就說 加大了紅刀拉斯的投資 台灣 是譯成了 紅刀拉斯的 因為用普通話發音 紅和紅都是紅 紅刀拉斯 我們要說回這個國家 其實 真的是十分之適合 為什麼 因為 他不單止收了中共錢之後 現在要加錢 其實是三個月而已 他即時要求 中共投資200億美金 即是1560億港幣 投資 鐵路 要連接 這個大西洋和太平洋海岸的鐵路 作為雙方貿易投資框架一部分 當然這個到底行不行 我們沒有人知道 路透社 發自特古西加爾巴的消息 紅刀拉斯政府向中國官員表示 作為中紅兩國 貿易和投資的倡議一部分 紅刀拉斯需要200億美金收建一條連接該國太平洋大西洋海岸的鐵路線 紅刀拉斯 跟中國談判這個 前所未有的自由貿易決定 將兩國經濟聯繫起來 而紅刀拉斯的經濟發展部長 叫做弗雷的 塞拉托 告訴記者 他們 還跟中國的官員商討了 起水壩 以及發電廠有關的基礎設施 我們還有甚麼呢 有個清單 又要買那樣 他就表示 紅刀拉斯政府正在跟中國政府討論興建水壩 建造跨洋列車等等 這些有興趣獲得融資的項目 這些項目 對紅刀拉斯的發展至關重要 也是我們 發電系統有關的 我們看看3月份的報導 台灣3月13日 當時 外長吳超市收到紅刀拉斯外長的封信 他說 要調整他們要求的金額 包括 興建一個醫院是9000萬美金 建一個水壩要花3億5千萬美金 希望台灣 償還20億美金的國債 總之這三樣東西 這三樣東西 總共是24億多美金 成200億 當時 其實還有其他東西 還有其他東西 24億5千萬美金 結果台灣 台灣預計 我打算預計了60億台幣 你現在突然要100多200億 其實他說 這些要求等同賄賂 所以就不需要 李吳濟也是北京製造 北京最初就答應了100億 然後 再要投資 結果 紅刀拉斯先帶著 中共給的多少 先帶了一部份 然後就慢慢淹 現在 又來要加錢 如果李吳濟 你知道這些小國是不要臉的 隨時拿爛臉 我也是跟台灣見分交算 你也沒有錢的 現在 真真正正要考驗中共的這個銀包的實力 以中共目前的環境 其實 要付這筆錢 還是要付得起的 問題 就是 捨不捨得付 所有的 拉丁美洲國家 每個都是要這樣做 每個都是時候要加錢 為甚麼加得那麼多 這個又要加 那個又要加 是不是 這次我們看到大陸的網民 反而 是一窩蜂的 是幫台灣叫好 他們說 哎呀 你們真是聰明了 你看我們 貼錢買難壽 我們惹了黑衣回來了 以往 中共 花了很多錢 收購了太平洋賭國 中美洲等 這些小國 不斷想打壓台灣的空間 結果 沒有辦法 台灣沒有你那麼多錢 你付錢出來買外交 人家不需要 很多那些 彈丸小國 基本上地圖上不是那麼容易找得到的國家 就是 台灣見交 現在台灣只剩下多少個邦交國呢 好少 只剩下21個 這幾年來 中共收購了8個 現在剩下哪幾個國家呢 包括 亞太地區 馬嘯爾群島 洛魯 白樓 圖瓦魯 非洲 有一個斯威時蘭 在南非裏面的一個國中之國 歐洲 只有梵蒂岡 拉丁美洲 加勒比海地區 有貝里斯 尼迪馬拉 海地 巴拉圭 聖克里斯 多福 尼維斯聯邦 聖盧西亞 聖民心 好了 其實實際上跟國家的邦交大部分都沒有甚麼變遙 因為純粹是給錢而已 人家也沒有跟他有甚麼 來往 紅刀拉絲 紅刀拉絲 其實以往出口很多白蝦 去台灣 現在大陸不買他的白蝦 他又要扭台灣要 台灣當然不肯 當初跟你一幫交就買你 台灣也有啦 要不跟你買呀 以往 紅刀拉絲欠台灣4億美金的外債 沒有錢還 運白蝦去那裡頂數 但是大陸其實很多地方都有出口 但是現在 據說 他只是南部 就已經有萬多人依賴養蝦業 出口這些 去台灣 以往就一直都出口開的 你沒有跟別人建交 跟別人斷交 別人就不愛你了 這些產業 突然間就沒有了 你收了錢 你又要養這批農民 實際上 這批農民也好 他們也要拿錢去補償 你現在沒有了這批出口 轉去中國 又要很多手續 你知道中國的東西 你賣東西給他 他有很多手續 這個又要 那樣又要 剛剛建交 為了賣利派 也是可能 比較鬆動一點的 但是 業界人士就說 可能那些農民 要等兩年才有機會 把白蝦 出口 去大陸 原來 白蝦的產業也不小 原來只是出口台灣 有兩億美金的貿易額 這筆數也很大 台灣也吃的 白蝦也吃的 也挺大的 吃很多蝦 因為 大家知道 外國那種餘鹽 我們香港 物資太豐富 蝦全部新鮮 但是你知道外國 很多時候我們在英國吃的蝦 大部分都不新鮮的 就算一隻隻有殼的 還有頭的 全部都不新鮮的 他們最常的做法是甚麼呢 大型的那些暴魚船 或是暴蝦船 一抓到的蝦上來 全部就放進去急凍 要不就 要不就把蝦剝殼 全部去頭 剝殼 去尾 變成 中間的蝦肉 連腸也都放進去 然後就即時拿去急凍 反而 我們在街市買過急凍的那些白蝦 其實是很大牙的 比新鮮的蝦更大牙 因為 其實他買新鮮蝦給你也不新鮮 他也算 找到菜市場 賣給你 實際上也過了幾天 蝦都基本上死了 反而那些蝦 還沒有即時 劏那些蝦那麼新鮮 因為 因為他們那些漁民 一大堆蝦上來 即時就處理 即是說那些蝦 即是說那些蝦 即是剝殼 剝殼 然後就立即放進去冷藏 他們的技術很好 到了你 去超市買回來之後 你煮的 其實我們吃過很多次了 比 超市 中超 榮業行那些 那些新鮮蝦 實際上也不夠新鮮 所以 現在慢慢的人都知道 原來那些蝦都可以的 這個就是 外國那種生態 當然台灣 他本身 海產也很豐富 當時跟你買那麼多白蝦 是因為 貿易 以及 邦交 現在也不用了 要幫襯別人 菲律賓 又大隻又新鮮 越南 又幫襯別人 是為台灣 感到 鼓舞 因為 你們終於都會脫爛 黑衣來了我們 是不是 這個 很罕有 這件事也挺好笑 這一節暫時說到這裡 希望大家繼續支持 六部曲 我們 希望大家可以訂閱我們的Patreon 又或者 星期二日報的Youtube的會員頻道 多謝 拜拜